市场高度关注 回答最新晶片出货 是否延迟以及相关影响 回答AI伺服器代工厂 广达董事长林百里 低调回应 媒体询问 以后会讲 以后会讲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广达布局智慧医疗多年 董事长林百里 本周出席行政院 生计产业咨询委员会演讲 林百里说 智慧医疗每天都有惊喜 他决定再做五年 八十岁再退休 每一天都有新的惊喜 那这样我们就要 很多新的机会 智慧治疗的收入跟支出 是非常不平衡的 那没关系 我们人家就说 我们是乌龟精神 曾在2005年被诊断出肺腺癌 成功抗癌19年 没有再复发 林百里在演讲中说 广达五年前 自主开发全方位 云端智慧医疗服务 我不是科学家 我也不是医生 我只是一个工程师而已 而且是黑手的 自从政府推动智慧医疗 大概是五年前 我们就全息投入项目 COCA倒入AI技术后 整合机器深度学习 延伸出AI医疗云 AI远距医疗 AI健康照护等平台 分别在不同场景发挥作用 将医疗影像及资料 结构化 部局AI多年 林百里说 COCA的宗旨是为你服务 不是用来做生意 慎用人工智慧系统 尽一份心力坚持做下去 今年75岁的他 主动宣布延后退休 新唐人也在电视 全文音乐响 他们台北 采访不懂 中文音乐响